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 但我是特里,我们的节目是视频的前期拍摄 以及后期剪辑制作的一些小积极小技巧 今天我穿的衣服是陈文坚老师的T恤 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如何利用你拍摄的视频 然后截图 最后再利用Photoshop里面的批处理功能 批量的添加Lot 然后再批量的添加水印 这样会大大节省你的时间 因为我们拍摄视频的时候如果有4K的话 其实分辨率也是够的 4096乘以2160或者3840乘以2160 这个时候这个照片你截好之后修改之后 再发给你的朋友发给小姐姐 她会看哇这个颜色好棒啊 最关键的是你通过截图能够获取一些精彩瞬间 这是拍照很难拍到的 这个时候有了这些精彩瞬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操作吧 首先如果你拍了很多的RAW剧烈的话 直接可以选中这些RAW照片 然后双击在ACR里面打开或者Lightroom里面打开 这里呢很多人是一张一张调 我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不这样全选 然后一字性调呢 你一字性在这调曝光不就好了吗 然后首先第一步是先加载一个预设 你可以待会再讲那个 我们先直接就讲批量导出吧 比如说现在调好了 然后全选 select all 然后save images 保存图片 选择一个位置 最后设计一下格式就好了 OK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今天主要主题主要是视频截图 然后最后批量啊 比如这里我导入了很多视频素材啊 然后这PR有bug 它的10bet它都... 诶 崩了 啊 Shit 对 对 对 不是你 баз蛤 你运обще屎 你疼殺 你屎那屎那X 89 你屎那屎 te 屎那屎那屎 屎那屎那屎 大家重新开一次 PR就是这么bug 我想大家应该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我剪片 剪我的项目从来只用 Final Cut而不会用PR 我只有做教训的时候 才会给大家讲怎么用PR 就是照顾一下没有Final Cut的用户 PR用的简直就是 Pain in the ass 还好我之前保存了一下 我就知道它会崩的 这是CC201减 2017吗2018 A low level exception occurred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log素材或者是flat素材 转换到rag709 选中它 然后找到效果空间 点击主要素材名 点击这个主要素材名的作用就是 它会对素材进行修改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lumetric color 我们来添加一个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我知道我用的颜色模式是什么 我这里自己做了LUT 就可以直接用它 好 但是加载不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不要让我在这里翻车 我现在正在给观众演示 哥 不行 看来我只能把10bit素材给删了才行 这10bit素材是log的 删了 保存 重启 TR直接翻车了 妹子 强行 强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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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强退了 再开一次 看到没 因为刚才我们加载了LUT 所以说现在它的颜色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素材你看 它没有LUT 它是flat的 所以也需要我们点到效果空间 然后选中这个主要 然后再到lumetric color来 给它添加一个矫正LUT 我回到这里来 看着啊 粘贴着一个Cine-like D2 REC 7109 负 好 变了 然后呢 你只需要在效果空间这个地方 选复制lumetric color 对于剩下的素材都是 粘贴 然后这个时候回来它就颜色变了 好 效果空间粘贴 粘贴 效果空间粘贴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这些素材 比如说是log或者flat 就转换到REC 709 接下来一步做的事情 就是截图了 我们先来 编辑一下这个空间啊 我们添加一个截图选项 确定 但你可以不用添加 你只要使用快捷键Shift-E也可以 接下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一个 顺 精彩瞬间 比如说这 这个瞬间很好 我按Shift-E 然后保存JPG或者是PNG Shift-E 保存 那Final Cut那就简单太多了呀 比如说在这里啊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素材缩放一下 那我再选精彩瞬间 我可以全选 然后 我在这 我知道我这里全部素材都是这个CinelectD 所以说我全选 直接一步到位 再设置这个地方 一步到位 我就不用复制粘贴了 复制粘贴好累啊 同样我在选精彩瞬间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放大 把 在素材栏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很多细节 而且我直接鼠标移动就可以了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播放 And yeah I really hope 然后你可以选择 File 然后 Share Save Current Frame 如果你这里没有Save Current Frame的话 就是保存当前真 你可以在 Add Destination添加目标 然后 把这个添加过去 而且你还可以点右键 点右键设置为Default 我已经把它设置为Default了 设置为默认的了 所以说每次我觉得有好的画面的时候 我直接Command E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导出GPG Command E 这非常方便 这对于P2来说 你看我直接鼠标移上去 我觉得哪一个画面好 我就Command E一下 我就保存下来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非常多的照片了 这就是已经截图出来的 都是4K60 那么分辨率其实还是够用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操作了 就要在Photoshop里面做一个Action 首先找一张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片 比较搞笑 我们找到Action 动作 动作面板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重新添加一个分类 Test 然后新建一个Action 把它放在哪儿 片条最后水印 OK 那它开始记录了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Filter这个地方找到 找到那个Camera Raw Camera Raw Filter在哪儿 这Camera Raw Feature或者是使用快键键Shift Command A 那我们现在打开了Camera Raw 首先我喜欢做的事情就使用一个风格化的LUT 在Camera Raw里面怎么加呢 注意我这里使用的Camera Raw的版本是10.4 你可以如果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话 你建议升级到最新 它才会有LUT功能 我们找到最后一个选项 这里是预设 这个小图标呢 代表的是添加新预设 我们按住Alt键 按住Alt 然后再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呢就创建一个Profile Profile Set New Profile Set DPD 然后这下面有个Color Lookup Table 这个很重要 勾选 然后选择我们的LUT文件 找一下LUT文件 这里有很多风格化的LUT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夏日黄昏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Amount还有Max 一定要这里设置成100 不然那个风格太强了 完全让人接受不了 DPD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页面 选择这个Set的时候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夏日黄昏 那我这里还添加一个橙粉青蓝 然后关闭 再来对它进行一些调节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把色温调低一些 把阴影调 拉亮一些 然后可以降噪 你看这里还可以降噪多方便 HSL这里把Saturation调低一点 Blue的 不行 那根据自己个人喜好再调一下 好了 就是说如果你很满意的话 你可以把它保存成预设 也可以不保存成预设 一般我喜欢把它保存成预设 这里呢其实我已经有了 然后我选择OK 好了这个时候动作已经记录了 Camera Raw Filter 下一步添加一个水映 拖过来 然后把透明度调低 比如50%多少 接下来再把它Merge一下 上下和Merge Down 不是Command E 快捷键好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点击停止录制按钮 它就停止录制了 再把它关闭 接下来就是要做批处理了 我们选择File这个面板找到Scripts脚本 然后Image Processor 图片处理批处理 选择一个输入的图片都放在哪的 设置一个目标文件夹 然后File Type Save as HAPG 质量为9 下面非常重要 就是Run Action 选择Test Demo我刚才创建的 然后P量添加水映和调色 好 这个时候点Run它就开始工作啦 可以看到这边照片呢就添加了 不过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水映的位置 如果你有的是4K有的是1080P它的位置就会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说可以把水映的透明度降低一点 或者是要保证你的图片的分辨率都是一样的 OK调好了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缺憾缺点就是这个水映的位置有点问题 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 小视频大制作 七七绝招 别错过 这里是视频大拍档 我是特立 我们下期再见吧 Bone 我记得